欢迎回到热情的追踪 全球低轨卫星市场迅速崛起 根据统计 2023年全球低轨卫星产值 将达到3034亿美元 2030年将达到5022亿美元 折合台币15.5兆元 过去低轨卫星多运用于军事及学术研究 不过近年受到物额战争催化 加上SpaceX持续发射第二代新链计划影响 使得低轨卫星以商用之资卷土重来 打造无所不在的通讯网络覆盖 面对庞大商机 台湾是否有机会抢得一线生机 其实早在2019年 台湾就开始跟SpaceX商谈 但是近期传出马斯克要求我国修法 取消电信合资企业 本国需占51%股权的规定 意味着谈判破局 此举会对台湾造成哪些影响 台厂又该如何另寻出路 我们的专题报道 全球首富马斯克的SpaceX公司 以Starlink星链计划成功进军 全球低轨卫星市场 将成千上万颗的低轨卫星 送入轨道 在空中形成宛如点点繁星般的新群 让地球上过去许多 无法接收讯号的地区 如今也能够享有高速网络服务 新链计划正以颠覆性的思维 翻转全球的低轨卫星产业 SpaceX大量发射卫星 它提出另外一个颠覆性的概念 就是一颗卫星它涵盖范围很小 然后时间很短没关系 我用一群卫星 那我就可以互相弥补 所以像SpaceX它发射了好几千颗 甚至三万颗的卫星 那它成功的验证了这个概念 那从此之后大家开始看到这个商机 所谓的低轨卫星 指的就是运行于低地球轨道 大约300到1500公里高空的人造卫星 由于比较靠近地球 传输时间快 适合执行天气观测 以及通讯任务 此外由于卫星会处于外太空 布局时比较不容易受到地形限制 无论是遥远的公海 还是没有设置基地台的深山丛林 都能够透过低轨卫星传递讯号 甚至在战争当中也扮演通讯的关键角色 卫星在天上绕 首先你要攻击卫星就比较不容易 那再来是 在传统上通讯卫星可能只有一颗两颗 那你只要有足够的能力 你就可以摧毁它的通讯卫星 可是以星链这种星群的概念来看的话 你就算摧毁它一颗两颗 那它还是有很多颗可以来弥补掉这个损失 所以用这种星群的概念来做通讯的话 在战场上是非常具有优势的 根据美国卫星产业协会研究指出 2021年全球太空产业规模达到3860亿美元 年成长4% 其中卫星产业就占了72% 资测会也预估到了2040年 全球太空经济规模渴望突破1兆美元 全球看好低轨卫星发展潜力 各大厂商积极布局 台湾也不例外 这是我们的次次带天线实验室 那主要是用来就是验测 阵列天线能不能顺利的接收到讯号 来到隐身在C值的办公室大楼当中 小小的研究室里头 却藏了低轨卫星的关键元件 眼前的震列天线 是由超过1000个天线单位组合而成 不仅体积小 灵活性高 更容易追踪多重目标 除了可以装载在卫星上头 也可以装载立面接收站 在实验室里头 研究人员模拟 避免接收站与低轨卫星距离 结果发现 无论卫星转向哪个方向 接收站都能够收到对应的讯号 我们的震列天线每一个点点代表一支天线 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软体去控制它每一个点 它想要往哪一个方向去做一个发射 像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把角度定在零度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现在零度的这个波 是最高的一个高峰值 检视低轨卫星上下游的供应链关系 除了最下游的设备商提供包括天线 太阳能电池 马达散热片等等的零组件制造 中游的系统商负责组装各零组件成为系统 接着透过营运商向卫星公司租借平宽 透过了天线将讯号打到卫星上头 再透过地面接收站接收才能够上网 目前国内除了有众多设备商 其实台湾也有老牌电子厂 打建了全球的卫星宽屏营运市场 成为全球少数全台唯一的卫星营运商 我们跟卫星公司租了以后 在各个国家去盖地面站 接收它的一个信号之后 才能够跟船上面有装我刚刚讲的网通设备 Modem还有天线设备做一个沟通 它才能够上Internet 我们跟别人不一样 就是说我们是在各个国家去盖地面站 所以我们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电信商 那现在台湾这边的话就是只有覆盖台湾附近的 这个覆盖面 这是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 这三颗就是我们装在船上面 或者是其他地方接收我们卫星的天线 那这个就是80公分的 这个是60公分的 这个是小的 我们讲低轨卫星的L-Band 透过与国际卫星业者合作 租用卫星网路 再透过眼前的天线 装在无人机 无人船 无人车上 就能够打造覆盖全世界的卫星通信网路 归功于低轨卫星的运用 让我们能够透过监视画面 清楚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及时影像 只不过眼前的四个画面当中 并非所有传输回来的画面都是高画质 原来背后藏有学问 卫星资源它是稀缺的 它是贵的 所以它越低的画质 它传输的这个流量越低 那当然成本就越低 那当然也可以传更多 如果它是想要看一个细节 它可以在某一些 它想要看细节的地方去做一个放大 那再放大的地方去看高解析度就可以了 纵观台湾的低轨卫星产业发展 从设备商 系统商 营运商都已到位 但专家提醒 彼此之间缺乏像SpaceX般一条龙的整合 对于产业发展恐怕是一大阻碍 但其实台湾早在2019年 就已经与SpaceX接触洽谈合作 但近期却传出马斯克要求台湾修法 取消电信合资企业 本国需要占比51%多数股权的规定 意味着谈判合作宣告破局 台版新类计划恐将泡汤 这个产业你必须要从头一条龙都要能够具备 才有办法能够提供服务给客户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有点在瞎子摸想 你不确定这个到底是对还是错 台湾如果没有办法交 当然首先台湾在新链的使用上 就会受到一些限制 那再来呢 新链的使用会受到限制之后呢 可能大家知道最近两岸情势紧张 在这样前一阵子外导通讯锻炼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低轨卫星的通讯 其实是需求蛮大的 专家提醒国内要发展低轨卫星产业 除了积极与国际大厂合作 寻求技术突破 台厂也应该积极的寻求自我挑战 从现行的代工生产 转型成为原厂委托设计 双轨变形增加自我竞争力 没有办法使用轻电服务 我们当然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我们可能就必须自己发展 自己的类似的东西 那当然可能投入的成本就会再高一点 可是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 我们也会有机会来建构自己这样子的能力 那希望最好的状况是我们有这样的能力 那我们也可以查这计划 那双方就可以互补 目前国内除了太空中心计划在2026年 发射首颗自制的低轨通讯卫星 各大台厂也应该努力研发 力拼突破僵局 想要打进国际市场 需要的是低轨卫星国家队的团结合作 才有机会在国际的太空竞赛当中 博得一丝生机